我和她長得有一點像 蠻多人跟我說我和她長得有一點像 還有人因為瀏海說覺得我長得有點像持修 這樣有像嗎 莎莎真的超級多人講 而且我媽自己都覺得像 在我拍這支影片就是今天的前一個禮拜吧 我發了一篇文是我第一次仿妝 然後是仿現在很紅的太巨轉學來的女生裡面的女主角娜諾 因為就是最近蠻多人跟我說我和她長得有一點像的 所以我才會仿她 那我在更之前開了一個問題框 問說大家覺得我長得像誰 因為從我開始拍影片到現在以來有太多人說我像這個人像那個人了 然後每一個都說超像超級像 啊我就不懂我一個人是怎麼有辦法像這麼多個人 這應該已經可以變一個都市傳說吧 就史上最大眾點的一個人 然後但是其實你去看一下這幾個人 你也不會覺得她們長得很像 那我現在呢 因為真的太長知道大家到底是從哪一些點覺得我和她們長得很像 所以我就挑出了幾個最多最多人講的 然後我現在想要在這裡和大家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我跟她們到底像在哪裡 那我們就開始吧 近期最多人講的第一名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納諾 所以我除了拍了照片 我還拍了一些影片要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看一看吧 我們來看一些影片 你好 Nano 大人 Facto de la Hardware 分享完第一個娜諾的仿妝 不知道你們就是覺得有沒有像啦 就是可能有一點神韻之類的 但那個瀏海我真的是 喔真的受夠 再也不要瀏海 我跟你講我這輩子一定不會再去剪瀏海 我那個瀏海是靠髮片弄出來的 然後我在仿妝的那個過程中 花了千辛萬苦 因為這個瀏海原本就是 號到像什麼三明治之類的 這什麼鬼 這什麼鬼 反正就是超級厚 所以我還把它自己從下面這邊剪掉 變薄一點 然後喔喔喔還要弄半天 講完娜諾再來就是第二個 最近很多人講的就是劉淑孔 就你可能想說嗯劉淑孔是男生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有一點像 然後我的五官本來就不是那種長得很柔和型的女生嘛 那就是像我的眉毛 我跟你講我跟劉淑孔最像的就是眉毛了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子的眉峰 所以我跟她的眉毛是真的長得蠻像的 而且像她眼睛也蠻大的啊 嘴唇的唇峰這裡很明顯 對我覺得是這幾個點 讓我跟她的五官長得蠻像 喔喔喔還有就是 因為我的鼻子不是那種很尖的鼻子嗎 我的鼻頭比較遠一點 所以就是綜合以上 是真的有點像 就是合情合理 你們這樣覺得完全就是合情合理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除了劉淑孔以外 還有人講我長得很像一個男生 就是VMV裡面的黃冠痕 但我自己也是覺得還好 就是我其實看不太出來上的點 但是反正人家也說偶像啊 對所以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從我拍影片一開始到現在 都有很多人說我長得有點像男生 那我一開始我想說 長得像男生是不是就是在貶低 但其實好像也不是 就只是因為我的五官的線條 本來就不是那種非常柔和型的女生 然後形狀什麼的都不是 可能再加上我的眉毛真的比較濃 會讓人覺得我長得比較中性 但長得中性也沒有什麼不好 很多我覺得很漂亮的 然後長得很有特色的 五官很立體的女藝人 女明星其實也都被說長得中性 所以 但你們現在讚美我囉 讚美我的五官長立體這樣 再來第三名就是莎莎 莎莎真的超級多人講 而且我媽自己都覺得像 我自己其實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也覺得 真的就是蠻像的 我其實有點來分析 我跟莎莎長相像在哪裡 就是各個地方都有一點像 就是我們的眉毛啊 然後眼睛鼻子嘴巴 臉型什麼的 都有一點那個神韻的類似在 就真的找到有點像 我不知道要講啥 就是真的找到有點像 就是娜娜 劉書宏 莎莎 是我最多人講的前三名 前三名講完了 接下來我就按 類型來分說大家覺得我長得像的人 現在這個類型是 我覺得這幾個女生 她們都屬於五官比較立體 然後眉毛比較濃眼睛大 然後唇峰明顯 鼻頭這裡比較圓一點的女生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五官類型 當然看起來可能就會有一點像 這個類型裡面 第一個就是宋妍妃 其實在大家講之前 我並沒有特別的感受到 我跟宋妍妃有一點像 但是大家講之後 好像就是有那麼一點點 你就只要被開啟那個開關 你就會回不去了 就會開始覺得好像有一點 在薛仁雅也是 不過我覺得我跟她的正面其實沒有很像 因為有一點側的角度才比較像 所以這裡就是有一張她的 在上節目的時候的照片 跟我那個時候 發在IG上 我在接受訪問的時候的照片 那個角度蠻類似的 你們可以自己比對看看 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然後這邊附上一張 我穿古裝的照片 各位賓友 我換完這個古裝回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嗎 是因為呢 我原本那時候想要出 一系列的就是 因為我要黃蓉嘛 然後我要拍黃蓉 去做什麼什麼事的古裝 我那時候買的是 想要買俠女風的衣服 結果她給我來一種 紗裙 I don't understand 剛好現在張照片就很適合 所以就 有像嗎 可以一定要跟你們解釋一下 好這套長這樣 一直往下滑 有辦法穿 然後 我綁了我的 髮際 其實就是我平常綁頭髮的方式 然後我插了兩根筷子 跟一個這個 憂傷馬戲團的湯匙 因為她的圖片上 她的頭髮 我插一個綠字 然後她頭上 我實在找不到 我就拿了我的 月亮的 便條紙 然後後面貼雙面的 我就把它這樣貼到我的頭上 啊 What's up 鋪吧 太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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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第六個就是 歐陽妮妮跟歐陽娜娜 其實我自己看這是怎麼看怎麼不懂 但我媽的朋友就有講說 我的這一張照片 有點像歐陽娜娜 但因為我自己覺得歐陽娜娜長得很漂亮 她是我喜歡的女生長上類型 所以我就聽了她就是開心啦開心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分析的話 我還是真分析不出了所以然 再來第七個 水源西子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跟水源西子長得一點都不像 其實我們的五官是完全沒有搭嘎的 你知道嗎 但是我媽自己都跟我說過 她覺得我跟水源西子有點像 後來我自己研究了一下 我發現我跟她像的可能不是五官吧 可能會是給人的一種感覺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看起來比較厭世這樣 我個人很喜歡那種 很有個性的女生的長相 像是第一名的娜娜 其實娜娜就被稱作是台版的水源西子 我覺得她們兩個 下次也是在於她們兩個的氣場跟氣質很像 那或許我也是類似這種類型的吧 不知道不要說我在自肥 並沒有我只是把大家講的講錯而已 有時候你會被說像一個人 有可能是你給人的感覺 你們兩個很類似 不一定真的是你們長得很像這樣子 再來第八個是王祖賢 王祖賢耶 其實我覺得我跟王祖賢最像的應該就是眉毛吧 因為王祖賢的眉毛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濃 講到我的眉毛很濃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人就是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我應該要修眉毛 但我個人是沒有出個大妝 不是說我不修啦 是我會把雜毛修掉而已 我不太會去修我的眉型 很多人會認為說我的眉毛這裡 應該要把它修掉變成平的 但是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就是 把眉毛修的邊界很明確的那種 我喜歡它自然一點 在這邊上我其實蠻喜歡我現在就是 就是這樣的眉型 就是我自然的眉型 之前幫我化妝的化妝師也說過 他覺得我的眉型長得本來就還不錯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畫眉毛 就是個人審美喜好的問題啦 我喜歡我的眉毛這樣 而且我覺得這是我的個人特色啦 就是 拜託 好好多多多 再來第九個是李柯太太 特別是我戴眼鏡的時候 超多人說我戴眼鏡像李柯太太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李柯太太的眉毛也很濃 然後他五官也比較立體 然後跟我一樣他的五官不是那種很柔和型的女生 所以會讓人覺得我們有點像吧 再來第十個 會有人講我們長得像 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這絕對是瀏海的問題 我那時候短頭髮這樣子 然後剪瀏海 超多人說我像人不彷漢王少年的陽戲 可是我自己怎麼看都覺得我的五官跟他完全不像 就我的眼睛是比較細長形的 他的眼睛比較圓 其他的也都不像啊 就 絕對是瀏海的問題 就我覺得啊 有瀏海很容易讓你物以為這兩個人長得很像 因為你想一下你瀏海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占掉你的臉三分之一了 那你們就已經有33.33%是長得一樣的耶 那就當然你們會覺得嗯?其實好像有點像吧 再來也有人因為瀏海 說覺得我長得有點像遲羞 我很喜歡遲羞 可是我真的看不出來我跟遲羞哪裡像 就是可能真的只有瀏海像吧 再來就是眉毛濃爆 我們的臉型也不像啊 然後其他的 嗯嗯好像也都沒有很像 當然聽到就是嗯開心 畢竟是我的喜歡的歌手 但是就 蛤真的沒有像 不然我們就來看嘛 你覺得這樣好像嗎 你吃著就還那麼早 為什麼現在就有失望 雖然睡起來超級好笑 但 我想和你改變世界 好可愛 再來第11個 有的時候我長得像馬 嗯這個嗎 其實馬是蠻可愛的動物啦 我媽的生肖就是馬 就是還不錯啊 但是其實我可以知道為什麼她要說我長得像馬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我的臉比較長 竟然很多人要說我的臉長 然後說我下巴到額頭大 打Uber要打2000塊 我們現在就來量我的臉到底有多長吧 這樣我放在臉前面兩環會有差距耶 那我放在臉的旁邊 這樣 臉在這 然後 下巴在 等一下 等一下 這真的是一個困難的過程 下巴在這 好 20 20 20 好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一般人的臉長大概都是多長 我要查一下 喔這邊講說 如果 身高165的話 臉長大約是在18.5到22公分 哈囉20公分怎麼了我就是165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的臉沒有特別長啊還好 而且啊就是 大家會覺得我的臉看起來很長 可能現在這幾支 越後面的影片 可能越來越還好 因為距離可以抓得比較正常一點 我前面幾支是在舊家拍的 那我舊家的房間是長條型 拍的時候很窄 位置其實不太夠 所以就會很近啊 啊這樣你看你當然會覺得我的臉看起來很長 可是實際上 其實不太會 然後再來第十二個是 有人說我長得像 房間家家照片是這種 就是鼻子超大的照片 就 你要說我鼻子大嗎 就不可否認 我的鼻子本來就不是那種 精緻小巧型的鼻子 嗯 我的鼻頭啊 真的比較圓 然後比較大 這是好鼻子的象徵好不好 其實我的鼻子 就是有人也會說我鼻孔的大 就 呼吸暢通啊沒有什麼不好 我還蠻喜歡我的鼻子的啦 然後鼻頭圓的話 是有錢的鼻子 有錢的鼻子誰不要啊 有人叫我去整鼻子 我才不要 到時候我整一整我都沒錢了 就是 鼻子就是這樣子嘛 反正我是不打算動刀的啦 所以 不想看我長相的人就沒看了吧 其實我今天拍這段影片 我還有一些話題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呢 長相這種東西它是天生的 一個人他天生長得好看 並不是靠他努力得來的 長得不好看也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其實 攻擊長相這種東西 真的很沒有意義 就是你真的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批評 然後沒有毛病可以挑 你才會開始攻擊一個人的長相 所以在這裡勸告那些在網路上 很愛批評別人長相的人 這個不會顯得你比較高尚 只會顯現出你比較沒水準 然後你比較膚淺 不如去花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長相這種東西 真的沒什麼好說的啦 不管長得好不好看 開心還是最重要的 就是 我覺得美有很多不同的樣子 其實你看每個人的審美觀 你就知道大家喜歡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 不要因為別人覺得你長得怎麼樣 然後就影響到你自己的心情 我們應該會去欣賞各種不同的美 阿如果不知道怎麼欣賞或不想學怎麼欣賞的話 就閉嘴這樣 阿沒有可以笑的啦 就是 對阿 真的沒有必要去出言去批評別人的長相 我覺得如果哪天你被別人批評你的長相的話 也不要受他們影響 又那種超模明明長得超級有特色超漂亮 還是會有人覺得他長得不好看 我覺得大家就過得開心一點 阿如果真的被批評的話就想辦法消化一下 真的很難受的話就難過一下 阿如果還好的話那就隨便談 反正我以前很在意我現在也被批評了 我就覺得算了隨便 大家都長得很漂亮很帥氣很好看 所以就多愛自己一點 愛自己也愛自己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之後又來一個暖心的談話呢 就是健康的影片觀看的一個互動阿對吧 好啦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幫我按喜歡 分享出去 那就掰掰囉 欸記得要留下來看彩蛋喔 好假設呢 我現在這樣子戴 就他在厚了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真的厚過頭 老天哪 把兩邊放下來 然後想辦法 把我的頭髮跟這個笨蛋的瀏海打開 回到我有瀏海的時候 我好煩喔 好扯喔 真的不搞了各位 真的不搞了 你們絕對猜不到我在學生 真的要瘋掉 明明是天照還那麼早 明明是天照還那麼早 為什麼小子就有失望 雖然說起了著幾何少 老天哪 天哪 看來 最愛 很小 為什麼 所以 對眼鏡 對眼鏡 沒想到 對眼鏡 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